你小点事 我这 我这儿也疼着呢 你小点事 你小点事 我这 我这儿也疼着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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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金金啊 这钢药怎么还拿不来呀 我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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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着急呀 来了 什么钢药 咱们妈腰还没好啊 您这这腰行不行 那个 要不我来 没事 你说你也是练什么瑜伽啊 这爸这腰怎么也不行了 小杨啊 我没事 没事啊 哎呦 没事 嗯 别管我们 今天你妈妈来了 带着老伟这登梯爬高的 又给你们那屋里挂了好多起伏的东西 赶紧的 赶紧去看看吧 别辜负你妈妈的一片心意 那 那爸 我给你切个西瓜两口两口啊 嗯 哎呀 天哪 妈 这还疼不疼啊 哎呦 怎么这么疼 妈 腰一会儿你也疼那边 我跟你也贴着 不要不要 我行了 我行了 我这腰有点来劲儿 你知道吗 是 你去练什么瑜伽呀 是我吗 你婆婆非常练 去 你这 杨 嗯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啊 嗯 你能不能让你妈别这么老来啊 你说 她上次来 我妈腰伤了 嗯 这次来我爸的腰伤了 她要下次来 你说还会怎么样 喂 你轻点啊 别把我腰弄伤了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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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说这事儿吧 我也没辙呀 你说这房子 我出一份钱了吗 我妈还有钥匙 你说这大白鹅天天扑隆扑隆 往这儿飞 我拦不住了 她这大鹅一展翅 我爸妈全给撂下来 嗯 不是白天我上班 还没法在家里盯着 咱们俩这样下去 是不是也不是办法啊 我觉得 嗯 就想一个彻底的办法 打开你妈妈心灵的窗 到底该怎么办呢 哎 明 哎 未经 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也想到一个办法 你先说 你先说 那我就说了 我想的办法呢就是 要不你搬回去住 这样你妈妈就不用来了 我搬回去 爸 我给你捋捋啊 我搬回去住 我和爸妈住在这儿 你住楼上 爸妈住楼下 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再找一小白脸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你也可以不找 你找不着小白脸 这里边没我呀 那也不行了 是啊 您舍得让我走吗 舍不得 走 走 哎 你不是刚刚也想了一个办法吗 你说说你的那个办法 我您不行 但是 照比你这个办法啊 我这个还稍微好一点 那你快说呀 咱俩都搬出去 回我爸妈那儿住 让我爸妈来这儿 等会儿啊 咱们也一块儿再捋一下啊 四个老人住在这儿 我爸我妈住楼上 我爸我妈住楼下 没事包个饺子 打个麻将 我妈是白鹅 我妈伺候鹅 我爸也得伺候鹅 我爸更得伺候鹅 鹅鹅鹅 屈井向天歌 白毛福利水 红掌波青猪 不出三日 铁波炖大鹅 否 来 永总 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 来 待会儿看谁回来了 来 看看 啥果 啥果 啥果拿来 那个 我说个事啊 今天呢 我去局里开了个表彰会 你俩消灯点 特意呢 把咱们那个中央商务区的 这个牛所给请来了 人家得了一个是什么 集体荣誉奖 集体荣誉奖 展示一下 我是想啊 让这个牛所给咱们谈一谈 人家所里边怎么就拿了这个集体荣誉奖 人家下边的民警是怎么干的 来 来 那个 就是主要是讲讲 这个咱们这个大米 在人家基层那怎么干的 来 牛所 你谈谈 说实话 把他调回来我还只有点不适应 他现在是我的挫绑右臂 对 队长 要把那个调回来 你哥要回来了 怎么 队长 你要把我调回来啊 不是 我啥时候要调回来呢 我啥时候要调回来呢 我没说要把你调回来呢 你 不是 你弄错了 不是 我啥意思啊 我是说把牛所请了呀 是跟大家说说 咱都是干 干警察的 是吧 咱不管是片警还是刑警 不管咱们在哪个岗位 咱都要发光 发热 你不要有情绪 我就怕你们当中谁 有一天是不是 也 也回头也去干那个 那个 你得好好工作 咱们得像那个大米同志嘛 原来咱们的好同志学习 拿了讲了 那个就主要是这个意思 那 鼎子 你去 去食堂去 打两碗饭去 对 那个 今天在这吃 尝尝我们伙食啊 好好好 定了 定了 我 我不打 我来 我就是得奖了嘛 看看大家伙 挺想念的 我挺好的 我在那儿表现特别好的 小组长了 没想回来 谁想回来啦 走了 没想调回来 那我回去干活了 我们羊同志永远是工作第一 那我们就撤了 行 行 行 好 何队 吃啥呀 dir 做啥呀 工作去吧 我 我走啦 我 还少抽点烟 行行 用了就管 行 走啦 英领啊 倒肌腾锻炼 都要注意身体啊 都要注意安全的 都要注意安全的 你身上干啥呢 你去 去给我打份饭去 我还没吃饭 好 你在BM都做到总监助理了 你想过没有 你怎么会来到我们这座小庙呢 很多原因 依然难尽吧 是缘分 对 我来您这工作得有缘分 只要您给我这个机会 我会努力的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 我以前确实没干过这个工作 但是我相信我会日久深情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咱俩之间的一见钟情 显示五百次的回眸 才换得今生一次的擦肩而过 可笑而知 我等了你多少年 你知道吗 你的一切一切 从上到下 从头到脚 都在我的脑海里头 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是吧 你的后腰有个胎记 对不对 没有 我没有 身上还有个中纳痣 你看 我 我没有 你肯着有 你看 鱼儿还在 您说的这一套呢 我也略懂 要不然我也跟你说说 好啊 好啊 我掐指一算 你五分钟后 不 最多十五分钟 你就会有一场雪光之灾 我说 怎么可能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老公是警察 行行行 我都请你俩说说 别打电话 扛一下 别建议 别建议 我请你俩说 我不建议 反正今天你也跑不了了 对吧 你刚刚都已经跟两个女孩说过了吧 没没 就就就就一个 什么一个 我是第三个了好吗 外面还有那么多应聘的姑娘 你还得说 要不然我把她们叫进来 说一遍完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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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来面试的吧 快进来 快快快 各位 大家都是来应聘的对吧 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人 他是个色狼 你们千万别上当 他 就跟我们在公交车上地铁里 看到过的猥琐男一样 我们通常只报道了公共场合的性骚扰 可是很少报道职场性骚扰 所以今天 我鼓励大家 拿出手机来 拍她 揭发她 不要让更多的姐妹上当 这么过分 谢谢她 你好 发生了什么 你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对吧 对 我要找名老板 我要投诉他 这样的人 不会做民事官 解气吗 解气了 那工作呢 没有啊 吃什么 不知道 倒霉吗 真倒霉 今天到底是个什么日子呀 对啊 今天到底是个什么日子呀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 猪脑子 打车回家吧 哼 你现在就是个午夜游民了 哪儿有钱打车啊 那走路咯 太远了吧 坐公交 嗯 这可以 爸 我给你上个事啊 你说 什么事 那个 魏京的爸 不刚放出来吗 状态一直也不太好 今儿啊 他爸过生日 下午你跟我妈 咱们家六口 这老头过生日 冲冲醒 应该的 应该的 一会儿你定个地儿 你就说我请他 把他请 定什么地儿啊 我 我长勺 在家里呢 老头也不爱见人呀 你意思是老伟现在 特别不想出来见朋友 吃饭什么呀 正好不可以展示展示我手艺吗 回家呢 这是问题是这样啊 你倒好说了 主要是我妈能去呢 你去吧 你 你 反正你 你把他得叫起来 我叫他我 我 我 我叫他 我叫他还不如你叫他呢 你有这能力啊 你这么多年你在家 都 都 number one 你说了算了 拖个拖把的定金 你得把他叫起来 这不是 你 你的 有我在呢嘛 到时候咱俩就 就这打个配合嘛 你 你把他叫起来 问题难点在哪儿了吧 你把他叫起来 你别让他愿说话 哪怕不说话都行 高高兴兴呢 给人过生日嘛 是吧 你别老 又这一下 那一下的 行 叫他去 然后不让他乱讲话 知道吗 行了啊 人道 别说话 交给你了 交给我 你有这能力啊 我有这 行了 爸 我先走了 好 你先 好 交给你了 好 交给你了 好 交给你了 我要一个九村的 起司蛋糕 然后你看这 处置卡里 够不够 嗯 小姐 你这卡里面 还差九十八 帅我再卡 姜琳 好久不见啊 刚从泰国回来 哦 哦 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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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你刚刚说 烧我的卡 烧我的卡 买什么 把卡都烧爆了 嗯 我爸今天过生日 我给他买一个生日蛋糕 正好这儿不有处置卡吗 哦 那叔叔的生日蛋糕更要 烧我的卡 你就烧我的卡 嗯 小姐 你的蛋糕还需要等二十分钟 要不我先坐一下 正好 那就卡 卡座 卡一下 两杯咖啡 就这样我被开除了 不过我觉得我也努力了 温馨无愧 我现在就是想找一份工作 重新开始 我觉得你应该先去剪个头发 是吧 我也觉得这个发型好像不太适合我 因为一切 从头开始 我都这么惨了 你还拿我开玩笑 我不是更惨吗 老同学结婚也不通知我 你不是在国外培训吗 你要在国内 我肯定通知你 你主要是想帮我省红包钱 那可不 你打着飞机过来 付那红色发款单 这事我要做了太不仗义了 谢谢你 还得恭喜你们 不过婚礼你们来也挺好的 我的婚礼特别乱 出 出什么事了 我们家的事 不说了 都过去了 你最近状态好像不太好 没休息好吗 我知道 我 我该剪头发了 不是 我是认真的 感觉黑眼圈好像挺重的 嗨 我 我 我休息挺好的 我那个 我从小就有黑眼圈 以前上学那会儿就是 还没喝呢 还没喝呢 你看你这天哪 怎么还动手呢 正巡逻呢 别看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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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知道 好了好了 走 看来我这头发真该剪了 对 你要从头开始的 老婆 我回来了 你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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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菜马上就好啊 我都做了点素的 你这是干吗呀 是别人送你的呀 还是你买给谁的呀 我送人家的 送谁呀 要你那些狐朋狗友 还是什么关系单位呀 有关系 有关系 老伟 我送老伟的 哪个老伟 亲家 对呀 亲家呀 我说你 真是行不行啊 他住着咱们的房子 咱们就在各方面 都帮助他 你试试 你没谁 还给他送个礼 这是 这是什么行事这是 不是 为什么呀 那没事我能送礼吗 这不是有事吗 怎么了 老伟六十大寿 你说 咱们是不是应该去呀 是不是应该 祝贺一下 而且我告诉你啊 任静敏啊 这次回来 亲自跟我说了 说你看我老丈人 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状态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呢 就想着这个 做个寿业 请咱们两夫妻过去 给他冲冲洗 你看你家人 在一起乐乐喝喝的 吃个饭 搞老惺惺的 要去你去 反正我不去 不就是给他住个寿 咱们就是为了儿子吗 给儿子个面子不行吗 咱们就去吧 我跟你讲 你这次去 你 你 你可不能像上次的呀 一进门 我跟你说话 你跟我走一趟 那不合适啊 咱们这次去 咱们就高高兴兴地 给人过生日 祝寿嘛 恭喜恭喜 这个寿命南山 长命百贼什么的 这都可以说 算了 这个你也别说了 你做呢你就吃 你就吃 吃完了你就闭嘴 什么也不说 能不能做到 我能不去吗 你是我心中 最美的云彩 让我真心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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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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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吵啊 怎么吵啊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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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哥是贵客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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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坐坐坐坐 是这样的啊 爸 您不过生日吗 我爸好妈 这儿特意过来 给您庆生 给您个鸡喜 谢谢老米 谢谢老赵啊 厉害了 你说我这么大岁 还过什么生日 美洋啊 因为这事还惊动了 你妈 你爸 真让我过意不去 谢谢了 老米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跟你说呀 老米呀 凤莱呀 你说真是养了个好儿子 这孩子简直太好了 你不说别的 就这一桌子菜 从喜一代 宅菜到坐车 你看四个香味 一大桌子 就让我们俩口子动手 你看全是他做的 那是他做菜 那是童子宫啊 打小我就教他呀 教他做菜呀 你又教他做的 这是我呀 比如这孩子 怎么这么孝顺 真是拿我和老伟 当亲爹亲妈 我就觉得我这 能得这么一大儿子 我就谢谢老天爷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夸了 不是不夸了 我真是积了八辈子得了 贪生这么一个好姑爷 老伟 我也积得了 贪生这么一个好闺女啊 吃不吃啊 老伟 别说了 吃饭 冻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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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高兴 高兴呢 你怎么了 阿弥陀 别哭啊 怎么出什么事了 老米吧 你又欺负他了 是不是啊 我 我欺负他 冯兰 你有什么委屈 你说 你说 真的 我抽他 你说 你说说 他让我说 对 我说了 说 说 你问他 肯定不是我 你说 你说 不可怜我儿子米扬 米扬 米扬你太可怜了 妈 你干吗 太高兴了 我是我是好着呢 都是因为你受了伤 受伤什么了 怎么工工伤 早好了 好了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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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你身体上的伤是好了 那你心灵上的伤 算是落下了 你心里有伤 我心里边也没病 挺好的嘛 挺常量的 就是 你别鼓着肚子 说气壮的话 你自己不知道吗 每天在外面 任劳任怨的 你回到家里头 低三下四 当牛做马 你 你头地上 还有三座大山压着你 你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什么三座大山啊 反正都不是外人 竟然话都说到这儿了 我就把话说明白了吧 你说 说 这第一座大山 就是老伟你 你是一个扶过刑的人员 刚从监狱里边出来 你别管我 我要说 你现在名誉扫地不说 也没个正经工作 谁敢雇你这个年龄 这样的人呢 你一分钱都不挣啊 现在 再说你这第二座大山 老秦 你从年轻的时候 就炸着呼呼唧唧喳喳喳的 人还没到声音先到 跟你生活在一起一天 就如同在战场上 待了一年 这精神上真的是受不了 是啊 你说你这辈子 也没什么正经工作吧 你不就是卖个肉吗 我喜欢卖肉 我就爱卖肉 我就喜欢干卖肉这一行啊 妈 你再说这第三座大山吧 就是你伟经 你削尖了脑袋 拼死拼活的 那你要嫁给我们米洋 你确实做到了 你进了世界五百强的企业 可结果呢 结果 结果你不是被烧掉了吗 烧 烧 什么意思啊 这都不明白吗 就是炒鱿鱼炒鱿鱼 静静 你 你不天天就上班吗 你怎么 怎么回事啊 怎么炒鱿鱼了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闹不清楚啊 合着 合着我跟老伟 我们俩就一直 让米洋养着 你以为呢 米洋容易吗 我跟你讲 我对你们没有意见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说咱们邻居这么多年 现在又成为亲家 可是 我心疼我儿子 我从小把他养大 我容易吗 他现在好不容易 事也有了 家庭也有了 我们就指望能够尽早 抱上孙子和孙女 可是你看看米洋 现在过的什么样的日子 咱们都是当妈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 我看着米洋 顶着这么大压力 撑着这个家 我的心都要碎了我 妈 干吗呀 妈 你 不是 那是 爸 妈 我妈的不是那意思 我妈是刀子嘴豆腐心 你这么多年邻居了 你们也知道 是不是 这这开开玩笑呢 说的是玩笑话 李姐 我真的 你们 风来 都是当妈的 刚才你说的呢 我都明白 都疼孩子吗 真的 我 我 我特别感谢你们 前一段我们家 做了好多的事 老米 还有凤兰 还有米扬 真是谢谢你们 把我们一家子度过这难关了 谢谢 谢谢 妈 你说谢谢干吗呀 你说谢谢就外道了吗 我们这不是一家人吗 一家人咱们别说两家话 是不是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魏京对我好 我 我肯定对魏京好 那您二位也是魏京的爸妈 那我理所应当的对你们好 这是我应该干的 您别说谢谢 你 妈 我闺女这孩子呢 特别任性 你呢 你得多原谅她 我跟老伟把这闺女 交给你呢 我们呢 我们就真的 我们死都瞑目了 真的 我们死都瞑目了 今天 今天是生日宴 我接花献佛 我谢谢你们 我谢谢你们 我感谢你们 啥也不说了 我 我先跟没进我 妈 妈 妈 你让我喝了 老伟 咱们吃完这饭以后呢 咱们出去找房 明天 咱搬走 往哪儿搬 妈 这就是家 往哪儿搬 那个 两位妈都说了哈 那个明杨也说话了 我也想说两句 大家这么难过 都是因为我 我没本事 我太失败了 我 我找不着工作 我配不上米扬 我连我爸妈都照顾不好 但是 我 我今天在这儿 就向大家保证了啊 我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 我做一个 我做一个 配得上米扬的好媳妇 我做一个 能够照顾好 私父母的好女儿 大家 亲大大相信我 妈 咱不喝了 不喝了 咱一会儿啊 出去租房子 咱们 没事 找到房子了吗 找到了 哪儿啊 条件挺好的 和这儿差不多 未经能好好聊天吗 说找着房子找着房子 条件跟这儿差不多 哪儿啊 你就别操心了 我急死我是不是 胡同里边找了个瓶瓶 我跟爸妈聊聊 你坐下 好不容易才休息了 这一大摊过的 你就别再折腾他们了 那也不能找一瓶瓶了 哪怕多少点钱 是不是 找一桑拿好点的 对不起天 等瓶瓶过了再回来呗 你觉得他们还能再回来吗 你说这不能你说 那瓶瓶能住吗 肯定没厕所 没法洗澡 爸妈腰还不好 你行了 你就别担心了 我给他们临时找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过两天 等有条件了 才足以好的 足以好的 你了 大明呀 大明 大敏 凭你的能力 早晚我见过去 我都不想掉下去了 在基层挺好的 阴阳怪气得像什么样子啊 你就这么看不起基层所 觉得取材了 我没有 我觉得在基层挺好的 我愿意为基层奉献 反正以后谁再跟我提 让我掉下去 我跟着急 行 较劲是吧 那这几天外出巡逻的事 都交给你了 要是出了差错 你民警也别干了 是 所长 老是这么忙忙忙忙 是 是 大米中午吃撑了 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在BM工作过 当个助理 对 我虽然学历比较低 但是我有外企工作的经验 尤其是在客服和宣传方面 我参加过两次大型推广活动 我觉得工作经验 可能比学历更重要吧 江总监亲自推荐过来的人 能力当然不会差了 你既然在外企工作过 肯定明白 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就是承包外企 相对较低级的工作 支付失心 说白了就是临时工 当然 如果你有能力 地方也有可能会正式雇佣你 您放心 我会努力的 我不在乎是不是什么临时工 我就是想找一份工作 重新开始 那我手里正好有一份面试 觉得特别适合你 他们的薪酬也最高 我去 你这个我去 是对我给你推荐 这份工作的不屑呢 还是真的想去 我说的那个不是挨我去 我说的是我愿意去的意思 我去 我去 不是 那个 除了这个公司 有没有其他的公司啊 哪怕工资低一点 也无所谓 暂时没有 毕竟你的学历有点低 要不是你的背景 这份职位 我也不必介绍给你的 要不这样 你先回去 有合适的职位 我再联系你了 要不 让我考虑考虑 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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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头找 我哪儿跑啊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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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刀给我放下啊 放下 你别过来 你 我 我啥也没干 啥也没干 啥也没干 你用刀炸我 啥也没干啊 这是什么 什么这是 什么这是 茗洋 冷静点 你都连职三天夜班了 早点回去休息 对 剩下的事我们来办 你 我没事 走吧 回来啦 回来啦 这家里边被炸了 这两天那个我忙着找工作 我也没收拾 那个没吃饭吧 真好热热吧 看看啊 咱们看看冰箱里边有什么好吃的面啊 快 给你做一点 喂 我妈包的饺子都吃没了 泡点面啊 行 我给你煮一个 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方便面啊 没辣 都被我吃完了 都被我吃完了 你这一天天在家 就吃方便面对吧 我喜欢吃方便面 加鸡蛋的那种玩儿 对啊 我把它剩换热热了 都搜了 就没法吃了 你 你别吃了 我们点外卖吧 现在都特别快 你愿意吃什么呀 给我来五个驴活 我再撞一撞 好嘞 加韭菜 加洋葱啊 再给我来个驴肠啊 没问题 你说你爸你妈在这儿多好啊 回家的时候干净理真了 还有口肉饭吃 可不是吗 我妈给你晕的裤子 裤缝线都能晕出来 我妈真是的 你妈她 她这人吧 她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你知道人 是刀子嘴 豆腐心 不知道呢 光剩刀子了 这事吧 也不能全怪她 你说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 谁家看着不烦啊 是吧 你就说这房子 人家辛辛苦苦攒钱买的 一天没住上 看着我们一家四口 就搬进来了 哥 谁心里舒服啊 行了 咱俩也别要彼此安慰了 行了 点完了 怎么着 没说明白啊 五个驴活 找你的 谁啊 刘春风 喂 这 江林啊 我 我去 你走开 你 不是 我 我 我没有 我 我不是跟你说 对对对 我在这儿呢 娘 她开玩笑 我没有 我 我去了 那个 我 我在考虑考虑 好 那个 谢谢啊 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 哎 别挂了 别 你要干嘛呀你 你要干嘛呀 你要干嘛呀 考虑什么 考虑人家给我找去工作 找什么工作 我不是在考虑吗 考虑什么呀 不能去啊 什么都不能去啊 她在那为人 我就找她干什么 人家为人怎么了 江林挺好的 是挺好的 我烦她呀 我也烦你 你烦我干嘛呀 滚开 不啊 她让你找工作 不就让你当秘书吗 天天站那块儿你去看着你 我真想把你脑袋打开 看看都是什么 你这摇摇摇晃摇晃 全是豆腐脑是吧 走开走开 你这个大把巴 我告诉你啊 你去见她 可以 看看工作是什么 但是呢 随机静电 要是不行赶紧走 留点神 我知道 这么多年老同事 你对人家还有沉浸 烦她呀 那不烦你 那不烦你 怎么办呢 工作挺辛苦的啊 你说呢 起来起来 我跟你捏捏 我点了五个旅活儿 你在路上呢 好吃火 没睡啊 睡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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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睁了眼 想什么 行 行 快 快睡 不分黑夜白天 你我昨天明天 生命最后一天 是与你遇见 不管晴天 雨天 你我一天两天 直到最后一天 想要你看见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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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是懂不懂就说不 再见 恍不如隔世 已难以实现 时间 一旦走进记忆的视线 月圆都只是充满想念瞬间 原谅我还是想要留住 有你的瞬间 有你的瞬间 那些微笑争吵 哭泣的昨天 心事总是有这钻石一样的 七个年 只剩下人世间 对你万千思念 原谅我还是想要留住 有你的世界 那些爱的记忆 充满我时间 可是再也无法面对你 温暖的双眼 也最不想对你说再见 也最不想对你说再见 和别人 总是不懂就说不 再见 方不如隔世 已难以实现 我们失 Concept 全世界 一旦走进记忆的视线 你永远都只是充满想念瞬间 一静 一旦走进记忆的视线 每个人都只是充满想念瞬间 你永远都只是充满想念瞬间 可是再也无法面对你温暖的双眼 最不想对你说再见 感谢观看